欢迎收看石属手机 石属 1月份的汇丰PMI初值跌至49.6 不单只差过市场预期 而且也是半年来首次跌穿50 港股今天就立刻跌回整300点 跌回22,700左右的水平 不如先看看大市表现好吗 好 首先看看恒生指数 恒生指数我看到它又再起 在这里就不上去 就要跌回 跌回来就很简单 一 汇丰PMI指数低过去50 有没有得估计呢 有 为什么有得估计呢 埃兰近晚还做什么 第二件事 现在你一定知道 最近中国是很大雪的 很多中小企的 就变成了未必经常开工 因为交通的问题 但是 再其次 聖诞节赴运 一早11月都运了 10月运什么呢 只是做炮掌 在这个过程里面 很多所谓的事情 要做的话 是未必进入GDP 例如 弄年糕 弄油果 弄等等 何年礼品 中国一定会用很多 今年也应该很火爆 普通人民那些 但是我又想请问 这些怎么进入GDP呢 是不是 GDP是要报数上去的 要有回计才行 你叫白租油炸鬼 何时有回计 没有回计 何来报计呢 所以这会比较困难 第二件事 我们也知道 中国方面是反贪腐 反贪腐影响的事情 是十分大的 举个例 你知道反贪腐影响盘吉 大家今年 你们买吉 是可以买便宜一点的薄 不过最重要 一定要买很大很大盘的吉 就不要买小盘吉 因为 由于反贪腐影响之下 据文 习主席说 所有的机关 不准摆连吉 也对 机关办事 等门吉在这里 真是运吉 是不是 等门桃花在这里 拿二头而已 要钱嘛 不要钱你也让别人捐 所以今年 有很特殊的现象 我有个朋友 以前就是种吉 特别种很大很大很大 大个拳头 那些 要看着它 不要跌下来 今年竟然没有生意 为什么 因为 机关不要吉 其他企业 送盘吉给你好不好 机关都说不敢收吉 于是大家就得吉 所以你想想想 刺不出 你想想其他的食肆如何 很多高档食肆都不行 都要收拾 影响之下 当然 现在很多官员 据问 习主席 每两个星期 每个星期 就找两个部长去问 改革 你改革成什么 以前 写一个报告可以的 我们知道 交了报告之后 你要看吗 看完之后 你才召我 是不是 今次不是 他说 你上来口头述 你说完 猜猜猜猜猜猜猜好了 是不是 就是好像我们这样 你 一切吧 真的ался 再次挑战 滿江熊你有沒有什麼進展 最近這兩個星期你讀了什麼書 他又問你有什麼改進 你上次改革未成功 同志你仍需努力 兩個星期一個月之後 又問你你改革了什麼 現在變了很多官 都出現了一個情況 就是說要自保 你既然要自保 很多企業要自保 我就想請問 你何來搞生產呢 是不是 如果我保不到自己的 搞生產也沒有意義 所以你想想 這個一定會影響到 更何況要求重則不重量 要去庫存 所以如果你認為PMI 在接下來這六個月 會有很大的升幅的話 我覺得是有點不切實際 但是 碎下來之後 就好事了 因為庫存去了 官再不騰雞了 國企的人又不騰雞了 他就開始要搞生產 因為沒有生產沒有業績 他們一樣會拘捕你落馬 所以這裏不要以為只是說 我們不計GDP 有哪個企業不計盈利 不計盈利的企業只有一個 是你媽媽 你媽媽真的沒有計盈利 無論如何 我們看看行星指數 它下來之後會試這裏 試這裏 我估計不止這裏 因為等一下還有一些東西 會嚇你 將來已經落這裏 我自己個人估計 今年的低位應該是 218附近 何時到218 我不知道 我希望不要去到208 218之後 我會覺得到下半年 就開始就會很晚了 無論怎樣也好 這個暫時是股 國企指數不是太差 還在動 上陣指數 賺了上去走 這裏要調整一下 深圳成分股指數 OK 都是放著大陽燭 到瓶斯 我都說 在這裏慢慢地打橫走 就走成這樣 走成這樣時 記住 10個牛皮 9個淡 我們數了 1、2、3、4、5、6、7、8、9 11、12、13、14 14個牛皮 你看到淡細微了 遲早有日 就淡給你看 我會認為 淡下來的多於淡上去 因為最好的盈利 莫過於美銀 美銀 美銀已經只是賺這麼多 但其他摩金 你不賺得多 金融股 你不賺得多的話 整體的盈利表現 一定有限制 你只賣蘋果的手機 你只賣蘋果的手機 你以為那個帶動的話 你也看到 最近如果蘋果公佈的手機上客量 即是賣機量的話 我估計 以速度計 他一定會輸給小米 是嗎 在這一點來說 別人一定會看你 盈利不會太好 這其實也會是 手機 在兩年前 你可能閣下沒有蘋果的手機 即是今時今日 你可能有 或者你家人有 或者最近的朋友會有 買得一架就少得一部新人去買機 那你到時之中 你怎樣做呢 你有這個 再接著你有4S出來 5S的6S 8S 7S 你想想 到拉尾之後 你就不同的S了 因為這麼貴的話 蘋果一部的 最近5S 是賣金色底的 賣6-7千元 小米的 他說在日本賣的時候 是賣50元美金 小米手機 我不知道那部是叫紅米 還是赤米 還是黑米 還是螺米 總之它有很多米 在這樣的情況之中 不頂死你蘋果嗎 若然是這樣的話 我想請問 在蘋果手機的速度 是緩慢了下來 對於很多美國IT股盈利 將會有什麼影響呢 有沒有拖動帶出來呢 若然是這樣的話 你會看到 Dow Jones 升還是跌 是應該大家有的想法 剛才經常提到 還有一些壞事會拖累港股 可能在下司的低落 那是什麼呢 這個壞事會是國內的信託 是 信託的投資 那什麼是信託投資呢 信託投資就有點像 我們香港依然叫做議會 做議會 有些人說我需要錢 大家夾些錢給我吧 我會給你高息 現在在國內的信託投資 在2010年開始 是增長得很快 當時發出的東西 去到2013年左右 是每日出170隻 是 每日出170隻 意思是什麼呢 10日就1,700 是嗎 100日就1,700 1,700 每隻若然是這隻閘 3億 那就會3萬多億 3萬多億的東西 我們說整個地方 債務平台 都是18萬億 你分分鐘一年 就已經達到了18萬億 這個債務平台 是銀行方面真正借出去的 或者是銀權貸款 已經搞出來的 信託是什麼呢 信託不是銀行搞出來的 是一些企業搞出來 例如我們經常聽說 黃黃會發債 另外大些機構會發債 發債券就是信託 他當然會告訴你 我發債給你之後 我會給你一些較高的認識 在國內的認識 你沒有15厘 沒有人採取信託 銀行存款 只剩下1厘、2厘、3厘 看你做什麼 等到這些信託有15厘的話 的確很吸引人 因此很多人 無論是因為貪污得來的錢 或者無論是容易賺的錢 或者認為是見得光 與不見得光的錢 他都會追求賺快錢 去到賺15厘息 真是很好賺的 於是這些信託 就集了很多資金 集了資金之後 你會找得到 他會去到 我會去到 我會給你通常一般 3年或者5年左右 worded 就是本利規劃 這是5回合 這5或3年 就是你的利 你不把本利 你不給本利 給你不給本利 如果他一直投資順利 我要講講,這些人拿資金去哪裏 一,他可能真真正正開發一個礦創 礦若然是賣到的,沒問題,長賣長有 或者他當時估的煤礦或任何的礦 每一噸是賣100元 到時由於人多開彩,市價去90元 他就變成很難真的還得到給你的本 可能還得到給你的息 如果他真的拿錢,不是走去做這個投資 不小心順便踏了一點點 走去就是過大海,賭下 或者自己是掏空了,自己拿走去應用 這個情況之中,這塊錢永遠無法來 永遠無法來後,就會產生另一件事 很多投資者看到,旁邊的大審,那個人無法來 那我又怎樣 我看看有沒有條款可以提早贈回 若然這個條款提早贈回 我一定能排隊去提早贈回 於是就不是形成了銀行擠題 而是信託的擠題 而這個擠題是可以是很嚴重的 就像銀行擠題一樣 因為人家真的假設 他不拿去投資就算數了 拿去真投資的話 都真的花不到夠錢回來的 在這件事裡面,就會產生了很大的影響 這個影響之大,是可以看看 雷曼兄弟就是因為信託 不過,他過不了,就會出現問題 另外,以前有一個叫做長期資本對沖基金 在1998年,他把錢拿去投資俄羅斯債券 以及一些風險較高的產品 一虧了之後,他又還不到錢 那次在1998年,拖到整個美國金融體系 差不多倒閉 記住,是一間長期資本對沖基金 一間基金公司是可以會有這次 因為有骨牌效應 為何它會產生這麼大的骨牌效應 因為這個長期資本對沖基金 是有三個拿諾貝爾經濟獎 而財務系方面的人 來幫他做這個發明 或者是計算產品出來 問題就是,所有這些人計算產品 都是有一件事 他們沒有考慮到所有產品 若然沒有市場 有價沒有市場 你都是套現不到的 套現不到的 那些投資者就會鼓掃 在門口叫還錢、還錢、還錢 喊得三至三十聲還錢之後 三條街之外的那個聽不到的本來 或者是人家都沒事的 你三聲還錢,他可能不理你 三百聲還錢,而都不見到那個還錢 這一個本來很有信心的 都可能變成會動搖 他加入去,所謂還錢的行列 於是人家都要求這個資金 如果要付錢,資金有兩條路走 一、企硬不給 一、根據法律上的問題 二、一定被人衝垮 在這點裡面 你就會找到很連鎖性的反應 骨牌效應會出來 好了,我們看回這張圖 這張圖是由2011年至2013年尾 以季度來計算 藍色這條線 是信託產品的增長幅度 是以每年的第四季年底計算 這裏增長60% 這裏增長51% 這裏增長61% 之前是有增長40% 跟人民幣速度差不多 是差不多同步 人民幣未出來之間已經升了 這個又升了 這裏跌下來跌少少 這裏跌下來就同步升了 人民幣發行速度越多 就會容易越多這些產品 因為有錢就生肯 為何人民幣發行多了 是因為當時起 這個是因為有舊市的活動 好了,我們再去其次看 我們去到,剛才說的 很多信託是去到三年期左右 如果2021年底四季增長了有60% 我們再加三年 不就是2014年 所以你計算到好數 你兒子、女兒 何時要求你付錢 他擺酒席 不會是他出生後的三個月 出生後 由18歲至30年 他一定會告訴你 老爸 我結婚了 你不用資助 那哪一件事你會快樂一點 你自己想吧 是吧 好,無論如何都好 我們看看現在這個圖 這個圖中,我們要看的是增長的幅度 你不要見到,哇,那你不就是跌下來 不是啊,對不起,是增長的幅度 如果我們到期的,即是到期的幅度 即是到期的幅度,即是跌下來 我們看看,2014年第一季 是有1800億,到期 第二季有2300億 第三季有2400億 可能是少很多 2460億,到2400億 只是多了8億 這個又會少很多 那便增長了 去到2015年,只是155億 所以就去了負增值 雖然說負增值 不要以為增長了 在這裏 仍是比2011年第一季多 2015年是比2014年第一季多 比2015年第二季多 到期的金額是比這些是多 那代表甚麼呢 就好像歐債危機一樣 我們算得到是幾乎爆破 它慢慢慢慢隨著時間來 還錢,還錢,還錢 因為企業做了這些所謂信託 他們是還到錢的 絕對沒有問題 我們認為,有多少能還錢呢 這是地方債務平台的債資外的東西 因為地方債務平台是銀行借的 這是私人聰明的 是你投資的 你投資落了好像一隻股票 而那隻股票 跌了價格 一樣 那你是不能互相 你唯一一件事是抗議 不過,亦都會對很多人來說 產生在心理上很不好的東西 這批人,他們除了有賣股票 可能有投資這件事 那些錢怎麼來呢,我不知道 不過,你如果做了這個信託的話 你找得到 就是我們去到2014年第二季 有2300億的錢 是要到期 去到第三季 2460 第四季2468 我想請問 如果這裡的 是逐個季度 逐個季度 告訴你 企業還不到錢 會怎樣做 投資者 會好像香港的雷曼兄弟一樣 站在銀行上 問銀行 你賣這個產品給我 當時,你沒有告訴我自己的風險 所以,你要負責任 在中國可以說 不是啊 說了的 你自己沒有看細緻兒子 你自己試而已 我沒有責任告訴你 香港現在不是嘛 香港人很喜歡來香港 就是為什麼呢 香港就是真正 你現在開任何戶口都好 銀行都要搞你45分鐘 就告訴你 會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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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會忍受多少的損失 10%,20%,30%,50% 全部 其實是多餘的 有哪個投資商會虧的 是不是 不過,你要求辦這個手續 不然我們買都沒得買 那就辦了 所以,大家很多時之中都是 云吉 真真正正 要保障我們自己 是好似留意這些東西 好,這些東西如何影響呢 看看這個表 每間銀行,每間銀行有報報理財產品的總額 工行是萬二億 建行是一萬億 所以,在這個過程中 我們看到,他們這些是理財產品 會不會是還錢 還不到錢的話 那些投資者是否這麼理性的理解 是,我是跟你們工行或建行買 不過,不關你事 你們只是中介人 即是說,你去超級市場 買到一包臭的牛奶 你不會說超級市場 你會說那間製造商 不是真的嗎 理論上,你應該說那間製造商 他只是等出來 所以,你要告訴他 超級市場,你都有責任 為何你會用每一包牛奶喝一口 看他臭不臭才突出來 但是,你又找得到 超級市場,怎樣留他每一包牛奶 才喝一口,然後賣給你 因為我認為 超級市場,如果真正的保證 每一包牛奶都不臭 沒有變壞 他是不是需要每一包打開來看看 是嗎 在這一點裡 有些事情是沒有法知 即是無論如何 這些理財產品 當它真正產生爆破危機 還不到本金或息的話 投資者就會找到銀行上來講 對銀行一定會產生衝擊 對內銀股一定會有衝擊 在這一點裏面 就是執條物帶累身家 謝謝齊先生 好 如果想重複石射手記的內容 歡迎登入HKET.com的短片區 我們今天時間差不多了 下次同一時間再見